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细科厨房 很快又来到一个星期 煮了几样泰式料理 今天我们回来的中餐 今集我们来试试一下叉烧 但是我不是用烧的方法 我是用炆的 再加入了一些夜糖 吃起来都很惹味 这里有1000克的五花肉 这样足够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吃 五花肉我们就洗干净开 然后晾干水 接着我们就开始腌了 我们就把蚝油 豉油 黑油 酱姓酒和麻油 都倒进锅里一起搅拌 记住洗干净的手先 接着开始腌 讲一下煮食的片段 有些片段是很长的 或者是重复的 我就会将它打快一些片段去 我想分享新手的过程 给新手看一下 他们没煮过 想看一下过程 究竟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你们已经熄熄的 你们可以打快片段去看 我们腌完开放在冰箱的第2天 之前腌完整晚了 一开出来的香味都能闻到 翻一翻五花肉看一看色碎 都很漂亮 现在我们就预备煎 开中火把锅子穴 把锅子穴热开 油热开 我们就开始放五花肉 慢慢煎香 一样慢慢放下去 小心一点油 这样我们煎成怎样呢 叉烧有点焦焦的 香口点 所以我们就将它两边煎到有多少 焦焦的 如果有些朋友是不爱煮焦的都可以的 就煎到它两边 金黄色的熟熟的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反转另外一边去煎 然后我们就将一些有皮的部位 煎一下 让它有多少 焦香的味 然后你们不一定在一边煎一边 这样你们可以两边反复煎来煎去 煎一下这边煎到你爱的烤焦 或者爱你的烤焦 就可以停 转转大锅 因为我的肉太多了 所以刚才的锅子不够装 我们开始炆了就放回刚才煎肉的油 因为它有肉的香味 然后再倒入腌肉的酱料 然后加水 水大约盖过肉就可以 然后开中火煮一些水 或者是煮一些酱汁 还有加一些椰糖 差一点就忘记了 我这里有一般的椰糖和马六甲椰糖两个混合 然后就盖上煮沸 好了现在就煮沸了 接着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是把铺的杂质撒出来 这些杂质撒出来之后 稍后我们收汁的时候就不会看到汁有很多渣 然后我们就关上中小火来慢慢炆 这些五花肉就其实很容易熟的 所以大概炆20-30分钟都可以 我在这里每10分钟都会开盖来转一转 肉 让它煮得均匀 入味一点 继续观赏一下它的过程 这个就是30分钟之后的情形了 然后将蒜米和酱汁撒起一半 因为这些酱汁撒起来 稍后我们可以用来 拌饭或者煮其他酱汁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开大火来收汁 收干些汁 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 一路看到它的酱汁 慢慢绝 一样的步骤 再煮得入味一点 再均匀一点 你就把肉反转 反转再反转 看到泡泡可以走出来了 糖和水开始分离了 看一块肉 我夹上来的酱汁就黏着它的肉 所以这个就很入味了 煮到大约大约 这样煮多一下就可以上碟了 或者你们不可以煮到那么干都可以上碟 好了拿一条来切 来看一下肉质是怎样 肉质的肉质很软 都煮到刚刚好 其实真的好香 都好汁 不是好干的 好 一碟椰糖叉烧 这样就搞定了 还有一碟酱汁 最香的了 酱汁 叉烧可以用来配饭 棉 或者小食 都可以 当然配一杯啤酒 很好吃 好似我的这样的新手 可以煮的 快点去买材料来煮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个like我 subscribe 和share我的channel 还有按下个小铃铛 这样我有新片出的时候 就要通知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铃铛 小铃铛 现在有点点 啊